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半事秘堂半事商 第七集 乔纳撞破元帅·将军 共同坐上电梯的将军与元帅又开始争执起杜磊 元帅字字针对 而将军心里却认为杜磊并非坏人 在元帅的告诫下 将军决定与杜磊保持距离 但却纠结于措辞 回到家的杜磊开始施起将军的礼物 杜磊看着镜子上的新领带十分满意 但自己的姐姐却突然回来 吐槽起杜磊脖子上的领带 硬是从更衣室拿出自己喜好的款式套在杜磊的脖子上 从小听从姐姐指令的杜磊虽心有不满 但却无法表露出来 只得默默忍受 手机上突然弹出将军的信息 本来两人以师徒相乘的愉快对话 因避嫌的缘故变得公式化 看来将军听从元帅的话 杜磊在阅读信息后眉头紧锁 姐姐提醒杜磊不要忘记给父亲准备受礼 但看着执着于手机短信的杜磊 姐姐感觉到自己操控出现了缝隙 心生怒意 莉莉与男神小川终于在餐厅会面 面对略显寒酸的菜品 莉莉也拿出了十足的心情来面对 原以为能够与男神更进一步 没想到小川只是单纯地想让自己帮忙填一份调查问卷 莉莉感觉心里幻想的泡泡被眼前这直率的木头给捅破了 MH公司中 包括沈新和将军在内的新人因报告不够出彩而被上司马修然指责 而元帅突然出现 说要组织新人来成立新的分析小组 一行人得到了这绝佳的表现机会 并且甩掉了凡人的上司而听命于元帅 四位新人兴奋不已 这次的目标公司是万兴娱乐公司 一行人来到万兴公司来了解情况 凑巧去往厕所的将军发现了练习生欺凌事件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将军就出了被困厕所的女练习生 谁知这练习生竟然让保安拦住将军 被误认为是私生犯的将军困在保安部 正在和万兴负责人聊天的元帅一行人正准备去会议室 却遇见刚才受到欺凌的练习生 元帅看着这眼前全身湿透 眼眶泛红的女生心生疑惑 但还是大事要紧便只能看着其离开 原来这练习生是因为选秀势力 且被误认为与公司老总有特殊关系 而受到众人围攻嘲讽 百般羞辱之下 自己也只能把苦头吞进肚子 会议室里 元帅发现了将军的缺席 疑惑不已 但签约在即 自己也没办法顾着将军了 等签约结束 另一边将军被困保安室 却意外发现了收获信息的消息 保安透露到万兴老板在私底下 与练习生很有可能存在不轨关系 正要逼问出名字 这时元帅却在保安室找到了一边斗地主 一边打听消息的将军 看着醉熏熏的将军 元帅气到说不出话 把将军欠下的酒给喝下 便立刻把将军带走 看着醉得东倒西歪的将军 元帅无奈又心疼 看着好心劝阻无用 元帅只得再次搬出工作的那一套 威逼将军回家 莉莉还因为调查问卷的事情和小川周旋 但莉莉只能回去上晚班 谁知小川还只是个研究生 学校因太迟而锁门 自己只能在便利店窝一晚 莉莉看着眼前尚为年轻的弟弟 心里多半感慨 看着眼前醉得不省人事的将军 元帅只能亲自抱着将军上楼 听着元帅拿着自己的手指验证公寓密码 将军清醒了过来 元帅误以为将军一路装睡 气不打一处来 但看着将军的撒娇 元帅也只得忍住 莉莉与小川一起走着 莉莉是想尽办法 摔断高跟鞋来暗示小川来背自己 没想到小川把自己另一只高跟鞋也摔断 无奈之下 莉莉又装作脚踝疼 谁知这钢铁直男竟然把莉莉整个扛起 虽然计划没有往自己想象的方向发展 但也算是得逞 元以为今天的浪漫情节就这样胎死腹中 回到晚班工作的莉莉 却收到小川的拖鞋礼物 李清情义重 眼看着小小浪漫火花再次燃起 莉莉内心兴奋不已 第二天元帅评价新人们上交的报告 着重批评了沈欣的那份 而至于将军则是留下单独辅导 原来是为了问清将军报告中提到 关于万兴负责人的作风问题 但将军出于严谨 只是与元帅说到仍在调查 但在元帅的激将法下 将军透露出万兴负责人秘密休息室的事情 另一边 沈欣故意假装向乔纳请教报告问题 向乔纳透露元帅与将军单独共处一事的消息 收到消息的乔纳故意闯进元帅的办公室 撞见元帅与将军面对面 距离暧昧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乔纳不禁醋意滋生